大家好 上期讲到戈尔巴强夫被任命为牌长 完了他这个牌呢 现在只剩下20个人 他就数啊一共都有的什么人 居然看见了以前他认识的马弗里 马弗里就是那个信基督教的那个 问他们他应不应该开枪杀人 因为跟他的信仰有备 结果啊这戈尔巴强夫一下 哎呦看见了 虽然在那个身上脏兮兮的啊 但是呢马弗里那个英尊的脸上 还是挂着他常有的那种微笑 哎呀他说马弗里你怎么在这啊 他说跟其他人一样呗 我正睡觉了上级就说 你去光荣的战斗吧 马弗里保卫俄罗斯母亲 他处在危险中 我就在10月份的那一个晚上 打死了两个德国人 说完了这马弗里呢 还很自豪的边说边笑 戈尔巴强夫就惊讶的发现 马弗里不再是那个紧跟着优尔卡和戈尔巴强夫屁股后边的那个小菜鸟了 哎呀你的变化好大呀 其实我还是我一个基督徒 只不过我想办法清除了战争是没有神可论的 无论是万能的主还是实戒都不会了解他 目睹了那么多杀戮之后 我找到了自己的适当的位置 我当我开枪打第一个人的时候啊 我确实是饱受折磨 祈求上帝宽恕我所犯下的罪恶 但是我现在不再乞讨了 没有杀戮就不是战争 戈尔巴强夫很惊讶 马弗里是个文盲 但是呢 他没有停止过思考 战争就是人灭兽心的家伙 是这些家伙对神之和人类犯下的最大的罪恶 这是他思考以后得下的结论 全盘战士呢 对这个戈尔巴强夫到来呢 都表示欢迎 也没问他什么背景啊 什么都不问 你到打过仗以后的这些战士啊 其实那时候不关心很多事情 只要你活着 他就认为你有本事 你经历了水与火的洗礼了 其实呢 大家都一样 都是在这个前线 绝对服役没有超过一年的 服役超一年也死了都 这样的大家呢 就互相熟悉起来 在他来之前啊 那个帕维尔 伊万诺 伊万伊万 怪不得德国人管这个苏联人 就是这个苏联兵叫伊万 就是伊万来了 这个帕维尔伊万诺夫 忠实是代理排长 这个是排长 现在呢 他成了副排长 因为那个戈尔巴乔夫来了 这个 帕维尔啊 这个戈尔巴乔夫一看他 就觉得 哎呀 人家其实比我 适合当排长 因为他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身体呢 也看着强壮 因为戈尔巴乔夫啊 是一个那个文弱书生的那个样子 你知道吗 帕维尔呢 曾经负过两次伤 并且呢 荣获过勇敢奖章 可能啊 就是他有非常严重的口吃的毛病 也许是这个原因 所以呢 没有办法给他任命 让他当排长 你想啊 他好多都要经过电话联系 打仗的时候那么着急 你一口吃 他战机都过了 这个帕维尔呢 就跟这个戈尔巴乔夫啊 就讲了他们这个 十月那个晚上的那场战斗 他说哎呀 我们当时啊 被打了个冷不防 也就是早上四点多钟 突然一下空气开始颤抖 大地开始震动 天空就被那火箭弹和炮弹照的啊 如同白昼 德军调动了数千门的大炮 想一举粉碎 苏军的防线 我们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太可怕了 很快啊 德国人就从战壕里边爬出来了 因为他们觉得呢 这么多大炮轰完了以后 肯定都被炸死了 而且呢 对不起啊 这每天早上吃着那个炕过敏啊 他老困 嗯 他德军和敌军的那个阵地啊 特别近 有的地方可能也就四十米 有的地方是二百米 结果呢 这个德军啊 就以密集的队形前进 为什么呢 他觉得你都死光了 就大摇大摆的啊 就开始往前走 你要是他觉得你有人的吧 他一定会散开 就是人各个个的 别让你一秃了秃了一串 是吧 这个帕尔就说 他说哎呀 我们我后来才知道啊 这种近距离的血战 那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地狱 敌我之间的距离 只有二十米或者二十五米 他说我们只能用的手榴弹啊 把敌人击退 我们的队伍呢 也没几个人幸存下来 呃 战前我们全联 大概有四十六个人 现在只剩下三个人了 全赢的损失呢 也很大 现在呢 那些人呢 都被调到了相对平静的地段去了 在那里呢 进行修整 再加上补充 就是补充什么呢 就给你点 新兵什么的 偶尔就等于 就这个牌 还留在这儿 没给撤回去 他说偶尔呢 也会给我们补充个 一个两个人来 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这块阵地呢 还算平静 但是旁边 那个老阵地 因为他们不是被打得退的了 占领老阵地的那帮 友邻部队 还一直在进行着激战 反正就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发起进攻 完了敌军藏在攻势里边和地堡里还击 就是敌军发起反击 就这么来回抢了一块几块地啊 他说目前为止呢 我们完全控制了19个街区 而其他的街区呢 则一直在反复的一手 在这个10月3日 大概这个215步兵师 和我们这个220步兵师 联合一共发动了7次反突击 215就是那个 以前那个戈尔巴乔夫的那个事 戈尔巴乔夫啊 当那个排长啊 他第一个也一开始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他觉得就是先检查检查 全排的武器 哎 他高兴的发现啊 排里啊 还居然有两挺 杰克甲乐夫的机枪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全排啊 分成了三个部分 轮流直搬 轮流站岗 完了呢 在夜间执勤的 一定要带上全部的弹药 就怕你到时候根本就来不及退回来 或者人际支援 你就全都堆在前面 必须啊 要让敌人明白 不可能够再悄悄的袭击了 而且呢 还要必须让战士们知道要激紧 而且呢 你要坚决裹弹的还击 才能给敌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是士兵跟他说啊 可是上级命令我们了 晚上射击不能超过五次 他是因为什么 就战士紧张啊 稍微有一点动静 他就会打枪 往往呢 可能是一个什么小老鼠啊 或者风吹的呀 或者是小鸟啊 有一点点动静 他就会 一下就打过去了 戈尔巴乔说 不 咱们现在啊 把这个标准 给我提高三倍 戈尔巴乔夫提高了以后啊 立刻呢 他也给营长 马里舍夫呢 汇报了 马里舍夫呢 也批准了他这个决定 第二件事呢 他就是赶紧修战壕 加固 然后改善 因为这个战壕啊 是苏军 他们苏军确实是一开始 从来没有重视过战壕的这个事情 所以呢 在这个战斗中啊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些经验 也是不容易的 再一个呢 他们现在夺回来的这个战壕 是德军 修购的 这个修购的 在他们来一看 太宝贵 虽然情况啊 因为来回来回打仗了 炸呀 比较糟糕 但是呢 他也是 无数的苏军战士的血肉身躯 换来的 这个战壕里啊 现在不是雨季嘛 就挂满了好多的水 战士们啊 甚至 有的人都可以在这个战壕里边游泳 这个胸墙 这个侧边那个墙也老是坍塌 这个躲这个炮击的那个防空豪啊 也不够好 简直啊 现在一看 就像是那个动物打的那个地洞 于是呢 这个戈尔巴乔夫就组织着大家 到森林里呢 去搜集那些旧木板啊 木片啊 还有那种坚固的树枝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啊 都铺在战壕的底部 兼顾的那些木头呢 就去加固那个战壕的胸墙 士兵们呢 就把这个挖身了的这个防空豪啊 也开始布置了防水的设施了 本来呢 他们是打算啊 在这个防空豪里边啊 装一个火炉子 你没有告诉你 那个苏联那个太冷了 尤其到晚上 这还还算是现在还是夏天的 可是呢 一直不成功 每次啊 点这个火炉子 到处都是烟灰 但是没着 晚上呢 他又 因为他要往那个前面走啊 他在后边这个阵地 他一般都是这样 一个阵地 一个阵地 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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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给你布置的 他到晚上的时候呢 才去敢去挖这些假的阵地呀 和预备阵地 这个预备阵地是干嘛用的 就是在炮击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这个预备阵地里边 顿手 免得误伤了 格尔巴乔夫呢 晚上呢 就在这个阵地上 死出转 完了呢 检查哨兵的情况 这一晚上啊 他 也睡不了多长时间 因为你一会儿得醒了去检查一下 一会儿醒了就检查一下 经过了这个漫漫长夜以后啊 第二天 是一个难得的安宁的秋天的日子 哦对 他们进入秋天了 太阳呢 就从这个云彩后边露出了惨白的阳光 这对战士们来说 是太难得的日照了 大伙呢 就赶紧啊 打算把自己啊 给弄弄干啊 搞得利索点 格尔巴乔夫呢 因为是牌长 就要给部下啊 做出表率 于是呢 他就去洗澡 理发 并且呢 把这个衣服啊 裤子 外套 靴子啊 都清理干净 洗 去洗 其实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啊 做这些 他不认为是什么男生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条理 生活很规律的一个人 也很爱干净 但是那些 有这个 光只是绑腿的那些士兵来说啊 那就糟糕的 糟糕极了 而且呢 他身上都是臭的 哎 尤其这个绑腿啊 你在那个 那个 叫什么 战壕里边 他容易得那个 战壕病 你战壕病 其实就是 就是有点像脚气那样 但是他真的能死人到最后 你因为发炎啊 什么的啊 嗯 最后发烧啊 什么 你再加上 要是 自己身体扛住 真的会死人 哎 这有一天啊 上面突然的 开始给大家呢 发靴子了 虽然呢 那个发的呢 速度呢 慢点 今天给个一双 明天给个一双 大家呢 但是呢 慢慢的都逐渐的 脱掉了裹脚布 嗯 其实啊 实话实说吧 这些靴子 不是军需部门 从后方运来的 因为啊 他们领来的时候 你就能发现 那上边 都是有陈旧的凝血 嗯 虽然呢 是用水啊 刷来着啊 但是依然能看到 再有一个呢 再有一个呢 就是 嗯 有的地方 还有那个战士 自己在那个靴子里边 刻的自己的名字 肯定是尸体上扒下来的 但是啊 嗯 这个军靴 很奇怪 就是质量呢 却都非常的差 于是啊 有两个战士 半夜就爬出了战壕 到那个树林里边啊 去德国人的尸体上 去拔那个军靴去 那德国的军靴好啊 嗯 是谁呢 是他们这个牌里边啊 有五个西伯利亚人 叫西姆丘克 和那个吉尔吉斯的 一个小伙子 尤玛托夫 这个扒靴子啊 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你知道 你一个是 一个是要爬过去找去 另外一个呢 他已经尸体僵硬了 你从那个上面 去把这个靴子给弄下来啊 真的很费劲 战士们呢 就称赞啊 这是从上帝那儿带来的礼物 这俩小伙子啊 溜溜的忙了一整夜 在天亮之前呢 赶紧又爬了回来 嗯 因为这个尸体啊 大多数都僵硬的嘛 所以呢 这个靴子是怎么脱下来的呢 这帮小伙子啊 就跟他们说 就是拿刀子割的 有的时候啊 只能够 那个靴子 下边那个 割不下来 鞋是脱不下来的 就把靴筒 给脱下来的 你总比绑腿合适吧 就一块肝部 是吧 哎 这些靴子 起码能够避免 让大家的双脚 不再泡在 站好底部的积水里 因为呀 很多战士都因此呢 发烧咳嗽流鼻涕 一开始啊 很多的那个 苏军方面 还对这个 头疼脑热的 这种小病啊 都不太重视 后来 发现 最后病的都已经开始 病危了 这才卫生营 引起了重视 再一个 对他们来说啊 就是上帝的给的礼物 是什么呢 这个 他们也认为是救了所有人的命的 那就是 从1942年9月1号开始 前线啊 士兵 每天 可以 配 配发的 一个 100克的 窝达档 就相当于这么一小杯吧 那 就是 你想在那个 阴冷的那个天啊 你来这么一小杯 窝达档 能够暖暖你的身子 就为了这个 呃 大家为了祝福 那个帮他们扒靴子的那两个士兵 凡是出去扒靴子的啊 后来都这么说了 就 给双份的 我得嘎 哈哈哈哈 秋雨 真是 这个 秋雨更难受 阴冷 阴冷 这咱们中国南方都知道啊 啊 家伙 真是 比北方还冷 他一下起雨了 嗯 太阳啊 在秋天的那时候 你感觉就像一个白色幽灵一样 有气无力的 挂在那个森林天空 对这个整个大气啊 一点加热的作用都没有 而且啊 在这个前线 你还不能够这个生活 因为这个德国人也在附近 呃 你如果哈 比如说 没有下雨的话 你比如在早上 那肯定就是浓雾 在战壕里啊 你几步以外 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有时候啊 这些人啊 就那个当兵的 就是尤其站岗的 他经常在那个浓雾里边啊 就觉得 哎 德国人的钢盖冲出来了 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啊 就开始拿着那个步枪啊 手榴弹啊 拼的 胖朗的就开始打 等到打了半天 最后一发现 就是一团浓雾 这个战壕呢 只会在晚上啊 才活跃起来 大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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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把这个伤员呢 还有病号啊 给送到后方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会领带一点 补给品啊 弹药啊 什么用保卫瓶装的 那种食品啊 窩的嘎 信件啊 偶尔呢 还会带回来 一两个新兵 哎 这敌人啊 这个德军的作息啊 跟这个苏军的不同 这个德国人在晚上啊 他们那个攻势啊 非常坚固 而且呢 很温暖 还能有这个炉子 人家在攻势里啊 踏踏实实晚上睡觉 早上五点钟 人家上班 起床 用这个高音喇叭呀 就开始 往这边广播 一万 俄国佬 来战呐 来战呐 哎 这一整天 就是这一句 来回来回说 一万 一万 来呀 俄国佬 来战呐 打呀 白天啊 在这个苏联的北方 就开始 一进到秋天 就越来越短了 而且呢 总是一片雾蒙蒙的 后来这士兵啊 就对这个子弹 什么飞过来 搜搜的 什么炮弹呢 什么俯冲机的嚎叫啊 都开始习以为常了 都是该干嘛 干嘛 所有人啊 戈尔巴乔乔夫也看出了 他这个牌里边 已经筋疲力尽了 精神呢 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 晚上啊 潮气啊 就会渗到你的骨头里边 到黎明的那时候 最冷的时候啊 经常是冻的 那牙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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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响 所有东西 因为周围都是烂泥啊 什么的啊 又湿又臭 完了呢 你一走起来啊 它粘在你 那个脚底下 厚厚的 因为苏联的跟土啊 特别黏 都粘在那鞋底下 你能够就跟那个高靴子似的 往上站底下 咔嚓咔嚓咔嚓响就那么走 每天都是这么灰蒙蒙的 戈尔巴乔夫其实自己啊 也有点绝望 但是呢 他必须在这个战事面前呢 还不能露露出来 哎呀 什么时候才能够阳光灿烂呢 哎你知道啊 这个在欧洲北方 苏联也是这样 得这个抑郁症的人特别多 就是因为阳光太少了 于是戈尔巴乔夫啊 就想 他就说 他就跟着个上级要求 说你能不能够给我们送点 诗里边出版的报纸啊 这样呢 他们大家呢 还起码呢 能够知道一下周围的这个战事啊 还国家的情况啊 再一个呢 他呢 很想把他的牌啊 撤到后方 24个小时 起码呢 让大家呀 洗洗澡 剪剪头发 再一个呢 可不能生狮子 在这个还没被批准的时候呢 他只能够给大家呢 就朗读他带来的书 文学作品 比如说什么 肖洛霍夫啊 托尔斯泰啦 西蒙诺夫啦 反正啊 一到他读到爱伦堡最近写的东西的时候 战事们都会让他把那个我们的遗骸 这篇诗歌多读上几遍 就是那个 把那个这首诗 放在他口袋里边 最后牺牲的那个 那篇首诗 呃 这个 战事们啊 也特别想了 让他们的这个战壕啊 稍微的能够适宜 大家呆着 用这个铁罐子啊 什么牛奶罐啊 就做各种的小火炉子 然后呢 再修一下他们的木板床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啊 他们还没有床 就是一个御医 后来呢 他们打到这个德国人家那公司了以后 一看啊 人家德国的那个 那个床啊 至少要离地面 差不多 有这么40到70公分 就是隔潮气 于是呢 这些他们没有这么好的那个公式 人家那公式 公公式的好家伙 那个德国那个都高高的 你 你能够走来走去的 他没有那么高 他们只能呢 就是把那个树枝 当垫子 铺在这个木板床啊 或者是那个御医的上边 哦 27分钟了 那好吧 我们下期见 我稍微的压缩一点 得了 有太多好东西想跟你们讲 好 下期见 Tribe 就是 我 我 感谢观看